hello大家好 我是雷永宣容 今天我们一句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大招来说说道法术器 道法术器有没有好多小伙伴 可能对这个字听说过很多 但是具体什么意思 可能不是很清楚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的来说一说 道法术器 只要大家能真正领悟了里头的意思 你之后的人生将会从此发生 超级巨大无敌的改变 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抓紧时间点击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更新 废话还是挺多的 OK我们现在就开始 说道法术器到底是什么 道其实指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 法就是去往我们目标的方法 道路 然后术就是去往我们这个方向 就是去道路的技术也好 法术也好 妖术也好 任何的东西 只要是术 就是像技术一样的东西 那气呢 就是我们要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 就使用的这个工具 就是设备 所以我们要有设备 然后再用什么技术来使用这个设备 然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到达我们的这个目标 那么好多小伙伴 在道法术器的这个过程的使用过程中 其实这个顺序还有重要性就给搞错了 是把它反过来了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人生的混乱 这样混了一辈子 其实最后的终极的目标都是错的 跟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道法术器呢 我们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说张三 张三腿有毛病了 然后就找了一家医院 这个医院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夫 医生 这个医生就用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设备 这个手术设备 来给他要准备做一个手术 那这个医疗的设备 这个器械就是气 就是道法术器里头的最后一个气 那这个医生又是全世界第一超级无敌的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 我们就叫他王二麻子就好了 这个王二麻子医生 拥有世界第一的医术 所以这个术就是道法术器里头的术 那好了 那有了这个器械了 有了这个这么厉害的这个医生了 然后这个时候采用什么方法呢 那这个时候就采用手术的方法 来给他治这个腿 给他锯两刀 然后给他一弄 器械这么一缝一弄 咱不懂 具体这么一弄 然后好了 对吧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 刚要手术 这个王二麻子医生 眼神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没看清楚 直接就在他胳膊上 就给他动起刀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道法术器里头 这个最重要的道错了 但只要道错了 你其他的再好 最后的这个整体也都是错的 其实不要小看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们好多的屏幕前的小伙伴 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王二麻子医生正在干的事情 就是最后的道错了 好多人追求的这个 追求的这个气 追求的有这个术 其实都是偏离自己的这个道的 那我们这个道是什么呢 那我们道其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到人间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来体验我们的人生 来找到我们 找回原本的我们的自己 让我们的这个灵魂更清澈 让我们的德行更高尚 这样的话 我们就像这个水一样 把我们塞的越来越清净 之后我们下意识就可以有一个更高的这个起点 或者我们直接就能塞到纯净的这个程度 以后就不要再受这个轮回之苦了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大道 而我们好多的小伙伴 哎呀各种追求这种物质啊 欲望啊利益啊 就最后迷失啊 然后又造就了好多恶的业 造就了好多因果啊 之后就在这个人世间啊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 没完没了啊 又轮回来轮回去啊 就是永远都出不去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出去 那之前在这个一期之前 我也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念 只要我们啊 这个百分之一百的来用我们的念的话 我们只要百分之一百的相信一个事情 我们就能实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能获得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法术器里头的法术器啊 法术器呢 我们如果在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用这个东西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道 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啊 实现我就是到达我们的这个 去往我们正确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我们是拿来作为工具来使用的 而不是说啊 我们迷失了这个道 我们为了追求这个这个树和气啊 好多小伙伴你举个例子啊 就是哎呀 我要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有了钱以后 然后有各种挥霍啊 然后各种欲望啊 对吧 最后是越来越迷失啊 之后就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人生啊 然后就为了这个钱不择手段啊 造就了好多的这些恶业 那我们要钱是什么 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啊 我们的方法就是 其实整个的宇宙的这个道 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上天要给我们这个法啊 就是我们只要一动念啊 只要我们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有 都可以实现啊 就是因为可以更好的帮我们去实现我们的道 对吧 那我们有了更多的钱之后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每天花更多的这个时间 功夫去想着怎么赚钱 怎么辛苦 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修行我们自己啊 对吧 我们想要一个这个温馨美满的这个家庭 也是更加有利于让我们在一个平静啊 和谐的这么一个氛围里头来修行我们自己啊 所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来造就帮助我们啊 造就我们更好的通向我们的道 而不是为了让我们哎呀 有了这样的家庭 然后我有了钱 我再出去啊 怎样怎样 然后各种这个祸祸 对吧 其实这些就是什么 这些就是欲望啊 这样的欲望的话 只会让我们在这个人间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深渊里啊 就是越陷越深 我们永远不能超脱 就是最后这个道错了 所以选对这个道的方向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实现这个道的方法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 之前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大道质简啊 我们好多人为什么总是觉得 真正忙的东西才是真的道啊 哎呀这个高科技科技才是真的道啊 就是因为我们人啊 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 就是反而是这些真正的道啊 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太相信这些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这个物质的这些东西 其实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幻象啊 都是因为我们的念旗啊 造就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幻影 而我们真实的世界里头 所有真实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 而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这个道的方向 其实一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我们静下来 啊我们越近我们越容易通往我们的大道 我们离我们的大道就越近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静下来 那所有的这些法术器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协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达到这种更静的状态 那么钱足够花了之后 我们就不用为生活而烦恼了吧 对吧 然后我们再想要一个 哎呀怎样的一个大庄园 对吧 一个怎样的房子 我们住的这个环境很好 我们周围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我们 我们也是更好的完成我们的修行啊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发一个念 我要住在山上 大家看我后面我就是住在山上 对吧 所以这样更有利于我的修行 我周围的这个空气呀景色 我每天修行起来就是感觉非常的舒适 对吧 都是为了有利于我们的修行而做的 而不是为了实现我们更多没完没了的欲望 所有的这些欲望越多只会压制我们的灵魂啊 让我们没有办法成长啊 所以道法术器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首先要掌握的是我们道 我们的大道在哪里 然后我们有了很好的方法 有更好的技术 然后再用更好的设备来实现通向我们的大道啊 这就是我们人生活着的终极目标啊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啊 应该你只要你能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小伙伴绝对都是福报之人啊 所以我们修的是什么 好多小伙伴说哎呀我修来世修什么 我们永远记住修的不是来世 因为你来世不一定再有这样的机会啊 获得这样的信息 所以这一世当你获得这样信息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修了 我们修的就是这一世 我们这一世就要争取让我们达到啊 离到最近的地方 OK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别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并且分享给你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好多小伙伴呢想在线下跟我联系啊 大家可以加我的脸书啊 就是你搜LeonFortune 我会写在这个啊 这个评论的下头啊 就是搜LeonFortune 大家就可以加我的脸书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线下的互动啊 什么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